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牛肉的小屋,我是万万,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啊,然后是周六,希望大家周六愉快,今天天气也非常非常好,那今天呢,之所以给大家po视频上来,就是因为呢,从今天开始12月的第一天到12月25号圣诞节结束,我会每天都给大家po上美妆日记这样子的,因为我现在是素颜开始,我们就边聊边话,我不知道这一天日记会录成什么样子,我是第一次做这个边聊边话的, 这一个美妆日记啊,之前边聊的都是彩妆品啊,边聊彩妆品,边化妆,边上妆,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我接下来的一些计划,然后接下来会录的一些美妆日记的一些内容,这样子的,欢迎大家有各种给意见啊,通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边话边说了,打底的产品,如果我有说的话,我就会直接说,然后没有说的话,大家可以放心,我会把产品的信息po到底下的信息篮里边,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查看一下,这个我在上个月的这一个,怎么说呢,最爱视频当中已经提过这个啊,因为它的防晒值很好,那回来,说这个12月份的这个计划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肯定不会做vlog了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看vlog,但不好意思,vlog又不是我的菜,not my菜,OK,所以我肯定不会做vlog,这是一, vlog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真人秀啊,我没有过什么非常fancy的生活啊,也没有什么非常fancy的decoration给大家分享什么什么的,没有,所以呢,vlog大家就不用期待了,我非常抱歉朋友们啊,当然好多朋友都跟我提意见了,说就是,妈妈你做vlog嘛,vlog可以这一个,给你提升这一个viewer的这一个数量, 我是可以理解释了,但是目前为止呢,我当然希望越来越多朋友关注我更好,但是并没有就是为了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然后我去做review,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呢,还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时间都给这一个油管,所以vlog我是做不成啦,但是每天视频,大家可以放心,一定会每天po上,OK,那视频的内容呢, 目前为止,我自己想做一个粉底液系列,大概会连续分享几个新的粉底液的测试视频,因为我最近又买了一些新的这个粉底液,没错,又一批新的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对哪一个粉底液感兴趣的朋友,尽管在下面留言,我呢,是混油性肌肤偏成熟的这一个肌肤啊,然后 35岁上,35岁以上的这一个肌肤的年龄了已经,所以 嗯,大家感兴趣的产品呢,也就是 我自己呢,也要符合我这一个肤矿啊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我都会去买 因为 首先就是不太适合我皮肤的话,我买也没有用这样子 嗯 其次呢,就是大家很想看什么类型的这一个美妆日记 在下面留言啊,我自己是想了一些内容了,因为毕竟是25天每天都会录视频这样子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帮帮我,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 啊,圣诞这一个倒数就活跃起来啊 嗯 然后之前有朋友问我说,旺安的 要不要改一改你视频的质量啊 嗯,我之前有想去我们家的这一个客厅去录我的这一个视频 但是说实话朋友们,嗯 太麻烦了,我很懒,没错 有什么样的努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结果啊,我并没有付出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上人家的那些编辑啊 或是剪辑什么的,所以我的这些view我呢也是 可以理解的啊,没做太多的努力,所以得到太多的结果也是 投机取巧的,所以现在这一个进程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很满意的 但是好多喜欢我的朋友都替我着急,说话嘛 以你这个内容的这个量完全可以提高一下你视频的剪辑 或是你的光线啊什么的 调整一下你的背景更繁殖一些 嗯,我现在比较方便就是这个房间就是我不用撤我的这一个 就是这个这些设备,大家们不好意思,我化妆台就在这儿 然后我的这个环形灯相机就放这儿,我也不用把这个环形灯收起来 然后放到角落里,然后再把化妆台什么搬哪去,搬桌子什么的 完全不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由 但如果我去客厅的话,或者其他房间住的话 我还要每天要收拾来或者这样,我很懒 嘿 那之前的好多朋友问我,说这个 欧婉你会不会觉得 有压力 我跟大家说完全没有压力 因为油管也不是我的工作啊 说实话,我油管真的是没赚什么钱 一个月能赚一百美金 广告钱 真的是这样子的 一百美金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钱每个月的 所以 工钱为止不是赚钱为主了 就是想要分享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其实 并不是丰富多才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每天 因为我现在是全职家庭主妇嘛 每天就是出去逛逛街 偶尔会做一些 跟金融有关的事情 然后呢 再就是 照顾孩子 两个孩子 课后放学 有各种活动什么的 每天就是 其实 时间根本不够用 感觉今天这个视频到处都是啊 好像也回答了大家之前提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的 还有的朋友呢 想看我这个高涉类的这一个产品的合集 就是一些包包鞋什么的 我跟大家说 我之前其实有做过一个鞋的那一个 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呢 大家阅览的数量是很多 但是可惜的是 得到的效果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我知道我 那一个视频得到的这一个 比较negative的留言是 最多的 后来我也想一下 我本来是打算做一个 这一个高跟鞋洗淋 我第一次做的是这个平底鞋嘛 后来我想做一个高跟鞋 我都已经做好了那个视频 但是我都没有po上来 原因就是因为 可能啊 目前为止 我的这一个view我的朋友们呢 并不是非常非常多 比较小众 所以在这小众当中的大众的朋友呢 不太喜欢这样的视频 但没有意思 所以 所以 还是应和大家的这一个需求了 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再继续在下面留言了 然后 我可以做一个 我买了 N年没有用过的高手品牌的这一个 美妆这个这个 这个 时尚类的这个日记分享 在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这些打算 因为我感觉我美妆类的做的都已经很活跃了 因为我会经常买一些新的产品 所以 所以 经常买啊 哈哈 然后我的bronzer说一下 我的bronzer用的是 to face的这个peach的这一个啊 就是bronzer加腮红 在一起 我今天就不用其他的 大家看到 非常的好看 这个产品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喜欢 就觉得 这到底是腮红啊 还是bronzer啊 那就是bronzer加腮红了 我最近蛮喜欢用这一个 好久没有用的这个高光了 Laura Merced的这一个啊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没错我又拿出来用 我现在是翻箱倒过的 因为我最近马上就要就是把剩下的这些 整理的视频要给大家po上来 所以 一会我们再去晕染它啊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翻箱倒柜的再去 找之前的一些产品 今天的视频真的是到处都是 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啊 我跟大家说 感觉就是 chit chat真的是不是我的强项啊 不知道说些什么 尤其是这个没有计划性的啊 我今天早上起来 然后 我老公带两个孩子去学钢琴 然后下午还要去参加这个baseball的活动 我一想 今天还有录像没有录 正好下午还要参加活动 干脆 来一张脸的这一个妆容 然后录一个我接下来的这一个计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大家我眉毛搞定啊 之前有朋友说啊 你这个眉毛好粗哦 大家知道呢 我不是一个娇小的女生啊 我脸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小 所以 但是我的这个地方呢 又非常的窄 所以我五官这个地方最突出的是眼睛 所以眉眼这个地方一定是最浓的 看到我本人你就知道 嗯 我不太喜欢细眉 我不太喜欢韩国的那种一字眉啊 我 嗯 今天呢我用的眼影盘是elf的这一个 两个眼影盘的综合 因为好多朋友想看一下我 就是上上个视频 还是大上个视频的那一个眼妆 我用的就是这两盘加到一起啊 就是这两个眼影盘加到一起 主要用的是这一个 the basic 这一个啊 就是什么 the new classic这一个 嗯 我们就直接用这一个上妆 我先用这一个Travel跟Darling 这两个颜色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啊 我把这两个合到一起 然后打在我整个眼睛上边 它非常漂亮的浮粉是之一啦 但是 不会掉的到处都是 很好因为然 上色度也非常棒 所以粉拍一拍是完全OK的 好多朋友说 问问你 路由管有没有压力 我跟大家说我一点压力也没有 就是我录像的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剪辑呢 非常的粗糙 就打开视频 然后我想要分享什么 我打开视频把东西准备好 我就直接录啊 就在这逼逼 说没有其他任何的什么 把不好的画插剪掉 然后就是插入一个 你就是蹦 就感觉那视频是蹦一下出来 再蹦一下出来 再蹦一下出来 我不喜欢看那种视频啊 我比较喜欢看就是 长篇大轮型的 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些油管博主 我现在都不太喜欢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感觉话都没说完 就直接cut掉这样子 很明显就是把那个画给剪掉了 非常的别扭 要明白我的意思 ok 然后呢 我再沾上这个颜色紫色 跟我的今天衣服比较配一些 所以我自己看这一个美妆日记 也是有喜好的关系 所以我 我喜好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录视频的这一个感觉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没有什么压力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depression啊 嗯 我不太喜欢在视频上去讲一些 比较negative的这一个自己的感受 就今天我一上来 oh my god 我不行了 我跟大家说 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没错 是有朋友会关心 但是我希望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呢 是positive 就是说告诉大家 ok我前段时间有什么事情 但是我现在完全fine everything is ok 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什么什么 但是你一上来就像吐口水一样 吐口水 吐苦水一样啊 这样就是把自己的 一定要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分摊给大家 大明白我的意思 尤其是喜欢你的朋友 就说哦 他是这样子了 这怎么怎么样 大家就会关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失去了我当时做这个分享的 美妆日记的这个初衷 我要分享的就是跟美妆有关系的 好语 好的美妆不好的美妆 都是这个产品 跟人跟视 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就是我做这一个美妆日记的这个初衷 至于大家说的这些不好的留言什么的 我经常收到 尤其是最近这一个 尤其是过了2000 viewer之后 不是什么2万了 或者20万200万 然后就是好多的这一个不好的留言 就是你长得好丑哦 你妆化的好烂哦 嗯 长得丑 我跟你说 我不承认 哈哈哈 没错 我不承认啊 这个张脸 纯爹妈给的 用不着你去评价 丑与不丑 你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对吧 第二个就是呢 我不会去care 我也不会去block掉 我也不会去删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上装的视频 像我今天如果是上装类视频的话 好多类似的留言 说你长得好丑哦 还有更过分的就是 你整容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失败 就是有的时候啊 打就是打字的时候 只用神经去打 但是不经过大脑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可以理解 你可以在这发泄 只要不设计这个底线的问题 道德底线的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喷噬一下我的这一个扁头的干净的这个刷子 我用MAC的Fix Plus ok 然后我用回这一盘啊 这个是Opposite这一盘 然后我用这个Clever这个颜色 超级爱这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非常非常漂亮 一个Couton的颜色 ok 但是你一定要付好有用 要不就是用手 大家看到有多漂亮了吗 没话说 ok 所以就是 对于不好的留言呢 我真的是没心没肺心的啊 既然我就是在这里边开这个美妆频道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我在这自由的说 自由的表达我的想法 自由的做我的事情 那经过的朋友也有这个自由去留下 你想留下的痕迹 除了一些广告 广告商我都给block掉了啊 都给删掉了 变成span 我很抱歉 但是我这里边不需要ABCD货 明白我的意思 我没有能力的话 我就不去买那些带logo的东西 我要有能力我就去买 没有必要 我一定为了个logo去买个ABCD货 你仿的多项在我这里 他都不是 ok 所以非常抱歉广告商们 然后就是sponsorship 好多朋友也怀疑啊 就是说 哇 你真的不做sponsorship吗 我真的不做sponsorship 因为为什么呢 目前为止找我做sponsorship的 就两类 但是没有一类是跟美妆有关系的 都是fashion 服装就是假如说一个淘宝店 或者什么店的 然后发一个信给我说 你可以在我这买什么什么衣服 然后试穿一下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首饰 大家看我 我是一个狂戴首饰的人 我对首饰没什么讲究了 说实话 我的首饰就是我的婚戒 偶尔会带我老公给我买的一些首饰 什么如果出门的话 或者想搭配的话 否则的话 我基本上很少用到首饰 OK 接下来我再用回这一盘 这个news这个颜色 今天的视频到处都是啊 但是大家忍受一下 吃吃吃吧 就是各种瞎聊 大家有看到这有多漂亮吗 超级漂亮 这两盘大家一定要收了 14美金 14美金 不贵 我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忘了这样子了 但是因为频道很小的关系 又没有太多的这一个 叫什么 彩妆类的 sponsor是不出来 但是我目前能够申请一些PR了 就是 叫什么来着 免费使用的产品在奥克里上边 大家知道 我有我经常有提过 一会儿我有几个产品要提这样子的 但是其他的我完全没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 这一盘里边啊 就是object的这一盘 我用上面这个lowkey这个颜色 这个是个chrome 这样子的 一会儿我抹上去大家就会知道 我们打在想要提亮的地方 大家看到有多漂亮吗 有那个紫色的base 会让这个地方更lalak sponsor 完全ok的 我并不拒绝 但是目前为止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没有必要为了钱 而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小的扁平的刷子啊 然后我沾上 这一盘里边的 这一个颜色 比较warm的这个颜色啊 然后打到我下眼线的意思 这个位置 这个颜色就叫warm 上下稍微对比一点点 再用会儿我刚才的这个crease的颜色 这个颜色大家看到 这一盘的这两盘的这个深 这个粉呢浮的这个其实蛮严重的 去约染一下我下眼线的部分 然后用手 你看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眼线跟睫毛膏 这一对的组合 眼线呢我画完之后马上回来 ok眼线睫毛膏搞定 大家看到立马就张开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小头的沙子 然后我沾上刚才opposite attract 里边这个low key 这个颜色 打到我的内眼角 还有我的眉骨的位置 超级漂亮 但是我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说保存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 ELF的眼影在我这过期过得好快 然后最后一副呢就是口红 口红呢我今天会用这一个 Paul Joe 这一个品牌 Paul and Joe 这个品牌 这个是我在Octi上面申请的这一个一套组合 一个是他这一个 呃红色的lip balm 好大家看到我有用过 再来一下 说实话 没什么颜色在我都说 他说是红色的 但是没有任何颜色大家看到 ok 然后这个呢是他的这一个护手霜 这个 这个 长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到 包装非常的复古啊 这样子的小花 啊 然后他说是 silk hand cream 找一股花香的味道在里面啊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口红 就是我今天会用的这个口红 那大家知道他们家的口红呢 就是外面的包装跟口红是分开的 你也需要分开买啊 这样子 除非是一些限量 他会包装跟这个口红装在一起 就像我今天的这一个颜色呢是比较 秋冬的这一种 跟我今天眼啊 衣服的颜色也很配 但是他很shir的 不是非常的opaque 好 那今天呢 这一个边聊边话的这个视频呢 啊 就一边话一边聊啊 一边给大家就是上 用这个elf这两盘啊 打造的这个妆容呢 就完成了 啊 希望呢 大家尽量的 踊跃的啊 在下边留言 然后啊 说出你的看法 然后提出一些你想要 让我review的一些啊 彩妆品 然后如果我自己也感兴趣的话 或者比较适合我的话 我也会去啊 就是种一些草 回来这样子的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个 嗯 下周吧 下周这一个 连续一周的七天粉底液测试 我一定会给大家po上来 因为目前为止 我已经买了五个粉底液了 没错 五个 啊 然后还有两个没有买 然后大家尽量在下面留言 然后如果正好你说的 我没有买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做这个 评测视频 每天一篇 废话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个视频会录到 会剪辑成什么样子啊 希望能够po上去 呃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点赞一下 然后新来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不要错过我接下来 直到圣诞节 倒数的每一天的美妆日记 我们就明天见咯 希望大家周六愉快 Bye